我覺得是很多很多的藝術家 他們提供了非常多的生命的養分出來給大家看 只是我覺得有的時候也許選擇的創作形式 不是那麼的能夠讓每一個人都能夠立刻進去 我想這或許是一個門檻 但是我覺得那個東西的背後其實都蘊涵著非常多的思考跟能量 而那個思考能量就是從藝術家非常誠實的對待他自己 對待他的所有他在內在的所有的那些 我覺得就像你們兩個人今天在做裡面都有的一個東西就是心跳 就是那個跳動的聲音 那我覺得一個東西是當你人已經貼近到心跳這一個層面的時候 我覺得你必須要非常非常的誠實 這個東西才有辦法能夠呈現出來 那我覺得這就是藝術最能夠感動我的部分吧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也有兩位非常非常誠實而誠懇的藝術家在這邊 那這也是真的是一件我覺得是一件很美好的東西 所以我其實是用非常感恩的心情坐在這邊的 因為就像我一開始講 因為我已經大概兩三年沒有好好看作品了 所以今天改天捲運把我從家裡面拖出來 然後人模仁樣就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些很久沒有去思考的音 借給我是覺得非常開心 我也非常謝謝藝術這次的朋友 因為其實我在上英文課的時候 很有趣就是我一直從上英文課裡面 因為其實我一直是很困惑的 然後像剛剛藝術講的一樣很誠實 就是必須自己我覺得這次一定要做得到 因為像一開始為什麼我做可能會自己做 因為我想要講一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又很害怕讓人來知道別人 我自己的生活的狀況 所以我又要刻意掩蓋 所以我都會做得很長 然後就東蓋西蓋 不要讓人家看見這個字 我要講出我想要講的 所以我可能就說 你到底在做什麼看法 然後做點點點點點 然後看到他們就是最後最後版本 因為我覺得到時候我就破出去 算了 反正我就告訴別人 我30歲了 那我還有什麼損失的呢 所以就 然後他們就說 你這樣子的時候我們就看著 有時候你真的就是你要很誠實的 面對你自己 你才可以做出你想 你想要傳達的那個意義 然後剛剛講心跳聲 其實剛剛有一位觀眾來 他覺得很有趣 因為他不知道這是別人的作品 所以我說 是不是女性的作品 同性是很高的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他有心跳聲 你有心跳聲 我以為你們是說話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是來這邊我才知道 然後 然後所以我也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然後是不是我們都 女性都比較會常去 在想這個 就是我們活著的那個意義 有個使命還是什麼 我覺得心跳這種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那種功能 當你很靜下來的時候 你只聽到這個 這個聲音的時候 我覺得你就回到一個非常非常 平靜的狀態 而且你 我覺得是呈現到一個空 就是你什麼都不想 我覺得是現代人 最難做到的一件事情 你有辦法就是 腦袋整個放空 你就是 不是那種 那種那種 打瞌睡那種空 是那種放鬆 那種平靜的狀態 我覺得那時候就是 你面對你自己的時候 我覺得做創作真的 一定要到達那樣的一個境界 你才可以 就是你才可以 就是可以做出一點 什麼什麼樣子 所以這就是我會不會幫你 謝謝 謝謝